我是周玉扣 每天早上准时跟你说早安 欢迎收听coco早餐 时间是7点16分16秒 听众朋友您早 欢迎您持续收听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各位先提醒大家 天气气温的变化可能导致有气喘跟心脏疾病的人士 在身体的适应上面出现了一些障碍 也希望您的家人或是您自己 如果健康有这样的疑虑的话 对于这样的天气希望能够做好准备 特别是我们经常都是早起 在天气的变化上面非常非常的敏感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早晚的温差很大 对身体所造成的冲击 导致昨天有一位人士 他叫黄浦文 我知道小北百货 因为我们每次到台南那一带去的时候 总会看到很大的小北百货 这个晚间还在营业 它就像是一个杂货店大型的 我们小时候所看到的这种店面一样的扩大版 那小北百货的负责人黄浦文先生 他才54岁 因为过去健康上面就有心脏病的问题 而且据报道 他还有三高的这样的健康检查出来的疑虑 由于天气的变化 使得他就突然猝死 那实在是令人觉得不生唏嘘 也非常的为他的家人感到遗憾 昨天很多的新闻报道都在讨论这个议题 而今天我们刚才从报纸新闻的报道当中也看到 是大家也应该理解到 那在早晚的温差 有十度的这个差距的情形之下 早上起来 如果您是在家里的话 那可能要赶快多穿点衣服 而出门的时候 如果你一个白天都在外面 那感觉上是差非常多 其实昨天是很明显的这个差距 早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需要穿一个博外套了 可是到了中午的时候 我到三里到年代去露营的时候 开车一下车 那太阳还蛮大的 但是等到你大概8点9点吧 因为我昨天8点多钟到健身房 那9点多出来的时候 那就觉得风又这么大 所以那提醒各位 要是您像我一样 年纪其实也不小了 那更需要注意这个身体健康 台湾的人口的年纪呢 其实是老化的越来越趋势 是非常明确的 而日本呢 其实更是严重 那它的老化的状况 几乎已经到了年轻的劳动人口 在福利政策上面 是非常吃力的来维系 它的需要的支撑的老化的人口 那世界如果趋势都是如此 我想将来其实在整个的数据上 显示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那当然这样的话 就是有银法族的生意 也有年长的人士的身体健康的照料 跟他的精神上的舒缓所需要的一切 从这里来看的话 所谓的文化的多元的发展 当然很重要 昨天呢 很高兴听到赖清德院长提到了 将来我们的政府政策 必须在文化上面呢 要多一点这个着目啊 而且呢 他说是文化台湾要列国家发展首位 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很多人讨论过台湾的文化 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 那我们的文化艺术活动的表现 其实是多元的 因为台湾是一个岛屿国家 所以岛屿文化一定是重大的一个特色 那台湾又是一个移民的社会 甚至于早年 我们曾经被非常不同的 多数的这个强权国家所殖民 甚至于所这个占据 所以在历史发展里面 有荷兰 有西班牙 那之后还有明朝 郑成功的返兴复明 接下来 清朝他们派了几个 驻台大臣 又变成了所谓的日本的日治时代 到日本日治时代的 50年之后 大概1894年到1945年 50年半个世纪之后 中国国民党又以台湾 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 所以这些来来往往的 这种不同的文化的冲击 就造成了今天的台湾的文化的多元性 跟台湾文化的丰富性 那在多元跟丰富的同时 其实就应该有宽容跟不排斥 所以台湾文化是什么 台湾文化大概就是 所有的这个华人民族 华人社会里面 所综合出来的一个文化 我们的饮食是如此 我们的服装是如此 我们的居住形态 建筑形态是如此 而且我们的音乐 跟舞蹈跟戏剧 几乎也是如此 当台湾的霹雳系 霹雳 这个布袋戏的成功 已经把台湾的布袋戏 是非常发扬到全世界各地 那在近年来里面 其实台湾在全世界里 如果说就像昨天赖清德院长 所说的 法国 大家想到这个国家 很快 当然会想到巴黎 想到香榭丽社 想到时尚精品 想到香乃尔 想到Dior 想到这个 爱马仕 那想到了香送 那在其他的国家 意大利 大家 这个也会想到 这个国家的美食 这个国家的Fendi 这个国家的Prada 这个国家的 其他的重要的精品的品牌 那西班牙 我们知道 它有最有名的 平价时尚 是Zara 西班牙 有斗牛 西班牙 有非常多元的宗教的组合 跟毫无戒地的 这种这个磨合 在西班牙 当然现在因为它有加泰罗尼亚 也就是巴塞罗那是 它的首都的独立 所造成的这种 这个国内的内政的动荡 但是西班牙有高地 这个西班牙 有西班牙在地的红酒 西班牙 刚才说了有斗牛 西班牙还有他们的 自己的舞蹈 那随便举例 美国当然有牛仔 美国有好莱坞 美国有这个戏骨 美国的纽约有金融中心 美国的波士顿 有生技科技中心 美国的德州南部 有航太中心 美国的芝加哥 它有非常重要的酿酒文化 所形成出来的一个 芝加哥在地的城市文化 那日本更别讲了 日本他把几乎大唐浅唐史 从明治维新之前之后 把东西文化合并成为自己的发扬光大的文化 日本他有查到 他有各种不同的 从汉学或说 从中国所学习来的文化 把它都变成了自己的特色 发扬光大 所以台湾的文化是什么 台湾的文化应该就是 我们的人民所喜爱的东西吧 如果你真要讲台湾的文化的特色的话 那我想流行音乐 华语流行音乐 华语流行歌曲 应该是最大的特色吧 最近我们的政府正在努力的 对华语的流行音乐 以台湾作为基地 向全世界发光发亮 这个主题进行非常多的讨论 这是非常令人欢喜 而且雀跃的一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要来 从一位人士他个人的亲身经验 就来探台语 台湾的华语流行音乐 台湾的所谓的流行音乐 包括了华语的部分 包括了课语的部分 当然也包括了台语的部分 台语的部分里面 大家可以想到非常多经典的唱将 最早最早有闻下 那最近几年 当然我们大家喜欢的江慧是特色 而华语的流行音乐当中 原住民歌手的演出 却是十分的备受国际瞩目 我还记得张慧妹 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 原住民的歌手 他们对于华语流行音乐的诠释 所造成的一个台湾的多元 组合出来的一个非常台湾 在地风味的流行音乐的演唱 已经变成了台湾的宝 所以当昨天赖金的院长说 文化台湾是列为国家 重要的发展方向的时候 我相信非常多的文化人 是非常高兴的 但是文化不只是文资的保存 而文字的保存必须有一些 非常清楚的意念跟概念在 最近台北的山海楼 跟余大为的故居之间 到底要不要列为古迹 甚至于山海楼就因为都更 要被拆除这件事情 引发了非常多的讨论 就使我觉得备受冲击 也背极难过 余大为先生的故事 在于余大为先生的灵魂 余大为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说谎的人 余大为先生也绝对不是一个 没有风骨的人 所以当台北市政府 想要把余大为的故居 把它列为古迹 跟中央之间有一些争执的时候 我不知道台北市政府的文化局局长 或是台北市政府的市长 副市长们 你们理解到余大为故居的精神 其实是超过一座宿舍 它的一个具体的木材乌瓦吗 我去过余大为先生的故居 而余大为先生故居里面 到处都是书籍 这个书籍的背后 其实是知识分子 他不屈不挠的风骨 余大为先生的儿子 娶了蒋经国的女儿 余大为因为这样非常生气 所以他跟蒋经国的关系 其实是不好的 他虽然是党国时代的一位高官 但是他的房子所代表的精神 其实是知识分子的精神 但是你要传承的是那个房子 还是精神 如果只是为了房子 甚至于是为了跟余震生 这个中国大陆的政协主席 他的余家的长辈 有所交代 这个余震生要向余大为交代的话 那就很难讲了 所以文化是什么 文化 它是在一面之间 文化 其实是在大家种植成城 文化 是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不是一句话就能够代表 至于上海楼被拆除 很多人的哀叹 也不知道台北市的文化局 或是相关单位 有没有听到 我曾经多次跟文化部长 郑力军女士也建议过 所谓的文资的保存重要 还是那些无形的资产重要 我们今天应该有一些相关的比例 今天要谈台湾文化的特色流行音乐 我们请到了水晶唱片的老板 任将达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 为各位进行深入的探索